星电视社会公器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STV属于大家的平台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回到第二次对话何人 我们谈谈一个新案 黎智英香港一传媒集团主席 早前已被拘捕控以诈骗 最新消息是被加控 用国安法来起诉 勾结外国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这个是否很重的罪呢 你觉得既然提到这个罪名 黎生的前景是否又堪忧呢 我觉得就是了 原来控罪只不过是 使用那些资金 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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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街团的泛炒派的那些 欺诈的 但是 这个这样的欺诈罪 他受到的处罚都很重,根本不让他保释 你都不说曾经申请过几次保释出国,根本不准 直接就运到黎智国的看守所里面,已经运了十多天 最新的消息就是家控他勾结外国势利危害国家安全罪 这个罪名就大了,以黎智英的中共眼中的那种恶劣法 我相信判得都很重下,根据我现在观察这几个一轮以来 香港用国安法来控告这些泛民的人,几乎逢告必准 罪名是会成立,比如黄智峰周庭判了,最近有一个 又是黄智峰师兄弟东汉侮辱国旗罪,罪名成立,又在等判 我相信黄智峰判18个月,这个中汉林也都差不多很远了 大概一年半载是走不掉的 有些东西是走不掉的,比如罪冠聪最近走了 这些泛民勇武的、滥炒的这些代表人物一个个,走路的走路,入财的入财 所以最近香港这一轮最大的问题就是疫情,政治问题 已经起码表面上平静了很多的,立法会19个总辞之后 现在剩下的反对派议员,小猫两三只,已经不足以翻得起大浪了 这些香港这些反对派的人物,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没有政治头脑 没有政治格局,都是一些在政治上都是属于白痴的这类人来的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下场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其实一早就应该已经想到的了 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在东晋末年,中央政府皇帝皇室已经非常腐朽了 号令只能够出于八个棍,当时有个海盗在周山群岛的海盗 带人登陆去打大陆,这个人叫孙恩,因为当时东晋国内的政治形势 根本很乱动,所以孙恩一来,八棍响,中央政府在他们控制的范围里面 八个棍全部都响应孙恩,势头非常好,有直壁健康,就是现在的南京,颠覆皇帝,这样的势头 但是孙恩就是和现在的香港南京,政治是白痴来的,看见这么过瘾自己 这么多人享议自己,没有人救我打,非常牙策,很囂章 逢屋就烧,逢粮仓就烧,见到树就斩,见到井就填了它,纵容那些士兵 全门是做这些恶事,就是出这些社会的仇恨,酸恩自己 有一件事是做得非常之离谱的,它就怎样呢,凡是做到那些冤军 那些冤令,就将人剁成肉账,煮熟,给那些冤军,强迫那些冤军的老婆 有多强迫,完全是尽情地用自己的授性去报复这个社会 一看到这些这样的情况,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的政治生命 是一定不会长的,一定会坏的,跟香港的濫炒派不一样? 得小的时候,在那条街上随便坐着人就打,随便拦马路 甚至向路人潑水,潑汽油,烧人,这些完全是一种兽性 如果你想颠覆共产党的领导,你就必须要比共产党更高明 更加强大,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更加自律,更加自我约束 但一点都没有,完全是知以往为,东二点就如何,为所欲为 这些人,如果给他们真是赢了,真是管理国家,那纵承世界? 这在政治上其实是常识来的,楚汉之真,为何是刘邦赢了汉雨? 刘邦能够自我约束?他入巡的时候,和三巡的父老约发三章 杀人者死,商游、商人,入道、抵罪 这个约束不单止是其他人的,连刘邦和他的军队都包含其中的 但是汉雨就不是了,汉雨入到陷阳,嘘,牙刹了,乱来 因为出于秦朝的那种仇恨,一把火烧了旁公,大火三个月不懂 所以一个不自律不自我约束的人,他注定是要给这个社会同态的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人性,永远都会战胜秀星的 所以现在香港这些烂炒派,现在受到法律的情织 这个是一早就应该提出了,以为共产党没有那些负 谁知道非常容易就是人大常委会颁布一个香港法律国安法搞错 那或者会不会争辱的,是吧? 你以为现在共产党已经是赢了吗?以后还会一路赢呢? 以后我不跟你说,但是至低限度在目前来说 在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的时间 我告诉你,香港的烂炒派已经是一点用都没有了 你想再翻波,根本就没有可能 现在只能够乖乖等着做,等着审,如果进成,等着入狱 这些例子将会越来越多 那麒麒麟曾经很牙策,以为他是香港的地下总督,只要我掌握这些反对派 用资金或有钱来控制住他们就行 那麽现在,首先第一你要審的就是你的资金用得合法 第二,就是你用的这些资金,目的是什麽? 黎智英的牢獄之灾,我相信就一定走不了 那麽现在,七十岁的人,到尾尾还来搞这些事,祝他好玩啦!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先聊到这里 那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对话韩人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